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在电脑上调用手机的摄像头 进行拍照,露像 甚至各个平台上直播 那甚至把它调入到OBS里面 进行一个推流直播 都是可以的 那各位小伙伴都知道 那手机的像素越来越高了 它的摄像头的各个功能 那比电脑上自带的摄像头要好很多 功能也强大很多 另外一个呢 用手机进行直播 或者拍照什么东西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 首先说明一点的呢 就是这种方法 它不需要下载APP 也不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直接调用就可以 我们输入网址 VideoLigia 那么进入了这个网站以后的话呢 因为它是国外的大神制作的 所以都是英文界面 但是没关系 我们为了演示方便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好了 那么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它是百分之百免费 没有下载 不用收集个人数据 无需登陆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这除了它四个常用的功能之外呢 它下面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这一边可以将你的相机 添加到OBS 麦克风添加到OBS等等 软程屏幕共享等等 创建可重复使用的邀请 我们今天呢 就因为要调用手机的摄像头 所以我们这里创建可重复使用的邀请 我们点击一下 到这边以后 我们为这个流媒体员呢 命个名字 那安定 然后下面的一些选项呢 你可以根据你 你自身的使用情况来勾选 大比方需要勾选的话 这边都可以勾选 不需要再把它勾回去 这个目标视频的分辨率呢 我们这个地方给它选一下 1080P的高质量的 好的 这边设置好以后 就点这个地方生成邀请链接 那大家看到这个界面来讲 上面有一个邀请链接 是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到你手机上 然后打开这个链接 就可以调用摄像头了 那这个二维码来讲的话呢 可以用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 也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 下边这个链接呢 是OBS浏览器原链接 等一下我们会演示到 那么为了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首先的话 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个设置 OK 我们打开手机的向起 点右上角的设置 我以这个华为Mate 30 这个鸿蒙OS 4.0系统的一个手机 来给大家做演示 那这一边大家可以把这个分辨率给它调高一点 视频分辨率 那这边我们可以调到4开 视频帧率我们给它调到60 其他的你就按需要来调整就好了 设置好以后 我们用手机来扫描一下 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那扫描以后的话呢 手机上出现两个 一个是分享你的摄像头 摄像机 一个是分享你的屏幕 OK 我们这边点选呢 分享你的摄像机 点了以后 这边要申请使用你的摄像头麦克风 我们允许一下 好的 这里有几个选项 那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前置还是后置摄像头 我们根据需要调整 打比方我调整成后置的摄像头 然后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是调用这个麦克风 这边是调用你的耳机 那设置好以后 我们点这个地方的start开始 我们点击一下 好的 这个是我手机上的一个摄像头 好的 我们来到电脑上 我们先在浏览器上 那打开试一下 那我们把这个链接 直接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界面 我们点播放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有回音 我们在手机上设置一下 把这个麦克风给它静音一下 静音一下 那这个地方 其他功能等一下 我们会讲到 到电脑上以后呢 这个网页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里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在手机上进行设置一下 那不清楚的话 我们点这个刷新按钮 给它刷新一下 那大家看到 现在是不是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我们把手机给它缩小一点 这里是非常清晰的 OK 那网页上呢 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动作 包括这样一个最大屏幕的显示 那包括我们点右键以后呢 这边有很多菜单 那这个是Mirror 这个是镜像 我们点一下 那镜头反转 我们再点回来 OK 其他的选项也很多 那这边呢 点了以后 这边有一个就是配置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 有这个 屏幕大小的配置 包括它的画中画 那这边是画中画功能 画中画的意思呢 就是 你在电脑上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那么这个画面 就是你手机摄像头的画面 一直显示 一直显示在这里 不管是你前置摄像头也好 后置摄像头也好 它都是可以的 那打比方 我们到这个界面来 它也在这边 我们到这个界面来 它也在这边 那这个就是 一个画中画的功能 那我们手机上这边呢 那这里 大家看到有一个 好像发消息一样的功能 我们点一下 那这个地方可以发消息 那消息发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就发到这边来了 那 这边是可以邀请其他人啊 用这个链接 加入到你这个里面去的 那么 这个消息就是发给它了 不用我们就关起来 这个是麦克风 那这个是摄像头 你可以暂时给它关掉 那 这边也有一个 这个设置按钮 我们打开以后的话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啊 这个 前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的一个设置 麦克风呢 包括 然后8的一个设置 那不用的话 我们把它关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在手机上这边呢 看到右下角这个地方 那它有一个语言 那这边很多语言啊 默认这个是英语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中文 变成中文以后的话呢 我们打开设置什么东西的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中文了啊 变成中文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演示一下 怎么样把它弄到OBS里面 首先一样的啊 我们到这个界面 我们把下面这个网址 给它怎么样啊 复制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了以后 我们打开OBS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迁加一个浏览区的源 这里点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刚才的那个链接 给它粘贴上去 然后这边的宽度跟高度 宽度我们设置成 1920 高度的话 我们设成1080 然后朝下拉 这个地方的话呢 场景变为活跃状态时 刷新浏览区 这个我们勾选一下 勾选以后我们点确定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已经掉 已经显示到我们的OBS上面去了 显示的OBS上去了 那现在我们是竖屏的 对不对 假设我们要横屏怎么办呢 其实是一样的 假设我们用手机 那给它横屏的话 手机横屏以后呢 屏幕上显示就是竖的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右键点击这个屏幕 这个地方有一个变换 变换的话呢 我们现在给它怎么样呢 逆时针的旋转90度 那大家看到 逆时针以后呢 现在这个屏幕就是很平了 很平了 那假设你要调整这个屏幕 跟这个OBS的屏幕一样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给它拉一下 拉一下 不够大的话 我们在边上再给它拉一下 拉一下以后 OK 那我们填满屏幕 填满屏幕 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摄像头 那大家看到 那这个就是摄像头 已经到了OBS上面 对吧 那它不是很清晰的话呢 我们在手机上再给它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那现在都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非常清晰了 OK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进行推流直播 可以进行录屏 可以进行什么录像 那都是可以的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介绍了 如何连接手机 如何把手机的摄像头 调运到电脑上面 包括OBS上面 那你可以录屏 可以录视频 可以直播 可以OBS推流 都是没问题的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